那那是一個麻布袋 裡面有裝甘草 還有他平常喜歡吃的一些食物 所以他會花一點時間 那其實是一個袋子給一隻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等一下他們其實是用不同的策略在處理這個袋子 因為他們很想吃袋子裡的東西 然後聞得到袋子裡有他喜歡吃的食物 欸甩了 就有一隻是用腳 有一隻是用鼻子 所以他們的策略是不太一樣的 那大家可以看哪一個策略比較成功 腳 腳已經開了 那我們在夏天的時候也會準備冰塊給他們吃 或給他們玩 那其實他們也是用同樣的策略去吃冰塊裡面的水果 還有其他食物 千惠比較聰明 他用甩的喔 那梅帶用踏的 沒有 千惠用踏的 梅帶用甩的 左邊的是梅帶 喔 重點梅帶 對啊 用甩 用甩的比較聰明 他也稍微學會用腳 想辦法把它打開就對了 對 想辦法把它打開來 對 想辦法把它打開來 對 想辦法把它打開來 那我們這種過程其實 其實有一個專業名字叫豐富化設施 希望他們能夠做出一些 他們平常在野外會做出的動作 因為在動物園裡面 環境刺激的確是比野外少很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製造一些契機 讓他們有不同的行為的表現的機會 那當然這整個過程是希望他們能夠動他們的腦袋 可以順便動他們的身體的各種活動 可是他還蠻有水準 他沒有去搶 他不會去搶 因為他還沒解決完他的東西 而且他有可能在等梅帶把它打開來 右邊千惠是比較優勢個體喔 他在設計這種東西的時候 就要跟他們有點類似鬥志的過程 因為你不希望他太快把這個機關破解 但是又不希望他太難難到動物放棄 尤其跟靈長類在處理這個風化 在設計風化設施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要花很多腦力跟實作 那因為我們是用麻線 然後把那個麻布袋的封口封起來 所以有時候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根據那個製作這個 浮袋的保育園縫的工夫 你沒有辦法吃嗎 對啊,後來還要不保育園 蛤? 那還不行,不保育園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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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蛤? 你逼過來他就要帶著他走了 所以千惠又回去了 所以美戴在繼續嘗試他的 這真的是傷透腦筋 因為你做再堅固的東西給他 他終於打開來了 你做再堅固的東西給他 最後都被他破壞掉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麻布袋 我們人力其實很難弄破 但他其實踩兩下就破掉了 就沒辦法再利用 然後我們曾經釣過很多東西 譬如說鐵球啊或是其他的東西 藏食物在裡面 但如果不小心被他拿到的話 你第二天來你就會看到鐵片 他會幫你踩扁扁的 再硬的鐵片 再硬的鐵都沒有用 最後都被他踩扁扁扁的 那給他輪胎又不能給他太小 因為他可能會丟出來丟到這裡來 就相當危險 那給他大一點的輪胎他可能滾到好溝裡面 我們要把他撿起來非常困難